说起来姜大多人的倒海会浮烟 可能是新姜或江姜 但一看到高粮姜大家会感觉比较密身 其实高粮姜是领岩很有代表性的道地药材 它不单是药用价值高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来泡茶、煎汤、煮粥、泡酒 用途非常广泛 大家好我是自己新 这期影片我们来讲讲高粮姜 三姜熟是姜科非常重要的一个熟 全世界大约有230个物种 大部分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比如印度、马来西亚、中国、日本 还有小部分分布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 几百年来三姜熟席物被广泛应用利用 如红花热土、燕山姜经常被用作观赏植物 而红豆扣在东南亚是咖喱坚健性的调味料 还用来煲汤 在欧洲经常被用作饮料或酒 高粮姜属于姜科三姜熟的良姜亚熟 它是一种长绿多年生的草盘植物 三姜熟在亚洲热带地区分布很广泛 我觉得大约有20多个品种 它只要是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 其中高粮姜是三姜熟里的中国特有品种 山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 如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福建、台湾都有分布 现在只要是以人工栽培为主 值得一提就是2006年 广东垂民燕高粮姜被认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高粮姜是姜科植物高粮姜的光醋甘劲 只要产自于广东、广西、台湾的地方 高粮姜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名伊别录里 其被列为中品 它有上千年的药用历史 据本草歌目记载 图隐居然此将此出于高粮棍 故得此名岸高粮即今高洲也 康为高粮圆,湖改为棍,渠山高而微粮,恩以为名 则高粮当作高粮也 说八了 就是高粮姜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产自于广东茂名市高洲一带 高粮姜做出来的菜色香味寄存 好诱人 而且它不单可以做菜 还可以医病 李时珍在本草歌目又提到 高粮姜能健脾胃,宽易甲,破忍癖,除脏药 换句话来说 高粮姜有温胃止呕,三寒止痛的功效 它经常用来治疗一些中朝寒性 缓覆忍痛和胃寒呕吐 或者是外气吞酸的情况 相传苏东波被贬至胃周时水土不服 出现了上吐下舌的情况 怎样求医生都没有结果 那些隔壁能社知道它喜欢吃 就特意做了一道猪手 在里面放了高粮姜作为调味料 结果苏东波吃了之后 它不单只觉得美味可口 腸胃也舒服了 水土不服的问题就更换解了 终于认为胃丝受腊,胃五谷之苦 胃功能失调出现胃碗冷痛,消化不好 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 就说了尿胃梁症 明依别录记载 高粮姜自暴冷,胃中冷力,确乱腹痛 尤其是秋冬季节 胃部受寒或吃了一些生冷的东西 便容易出现胃寒症 所引起的一些呕吐、嘔吐、腹部腹痛 这时可以试一下高粮姜煮水或煮粥 可能会缓解胃寒症状 另外如果是脾位虚寒的体质 服用高粮姜或是有好处 另外在临床上高粮姜都经常搭配炮姜 用来治愈胃寒腹痛 如果是有寒凌,引起干气、屈滑 都可以配香腐来使用 另外对于消化不好 或是有反衰、嘔吐的违溃痒的时候 这些效果是有的 现代科学都证实 高粮姜水含的揮发有抗胃溃痒的作用 水煎液可以挑战胃腸运动 可以帮助治疗因消化到疾病 同时高粮姜还可以提高内揭氧的能力 有抗热泉的形成和抗菌这些效果 同时由于高粮姜负行高粮姜素 所以高粮姜是致名的汉药、宜天油、驱风油、清凉油、万金油 这个是重要的成分 接下来朋友问 自己身高粮姜和山姜有什么区别呢? 终于上来说 高粮姜和山姜都是属于中药材料一种 两者的区别是功效不同、使用人群不同 山姜主要是指姜科植物姜的根径 终于认为山姜性微温、尾心、龟、匹经、胃经、肺经 它有一个发寒解表、温中止呕、化痰、行水解毒的功效 高粮姜就是来于姜福静物高粮姜的根径 它性热、尾心、龟、匹经、胃经 只要有散行止痛、温中止呕的功效 所以山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感风寒之蛇 侵着我们人体导致的一个风寒假冒症状 例如鼻湿、流鼻涕、咽喉含氧、护寒、发热、吸收这些情况 同时对于行邪亲十胃所引起来的恶生呕吐这些症状 在一定程度上都起缓解的作用 高粮姜只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胃中有寒邪 所导致胃缓忍痛、恶生呕吐的症状 另外高粮姜的味道略新 带着一些清甜味 新姜是新辣的 是一个刺激性的食物 而且高粮姜的根径长 而且为圆柱形 分枝多、颜色是中红色 它的汁比较坚韧、不容易折断 三姜的根径是不规则的快壮 略扁、颜色是黄鶴色 容易脆、容易折断 所以它是不同的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高粮姜和山姜都容易坐火伤阴 所以在热性或因虚内热的朋友 就不要自行使用 以免过多服用 导致一个为火作呕、伤寒确乱 火热注射、心虚痛的症状 从而影响自身的健康 有些朋友问自身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 高粮姜有什么营养成分和保健功立呢? 这几年也有不少研究 关注高粮姜的成分和功效 有一项针对广东垂民产的高粮姜研究 就是利用现代试补技术 奪取以纯提储物进行系统分离分析 结果从里面分离出54种化学物 包括黄酮、糖金、培本铁、有基酸等 这就算目前对高粮姜化学成分 比较前面的研究 从营养方面来说 高粮姜除了含氧蛋白质、碳水化学物 这些人体必需的基础 营养之外 它附含一些有生物活性的成分 比如黄酮女化学物、辉发油、 本饼素、载肠、糖金、一粒、尾两元素 其中黄酮女化学物很值得一提 它有比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而且抗氧、抗氧、抗氧、防氧方面 都有潜在的健康抑制 高粮姜的根茎部分尤其附陷黄酮类化学物 包括三奈素、哭皮素、高粮姜素等 其中高粮姜素的活性尤其突出 另外像二方基金原类化学物 都是高粮姜的明星成分之一 目前都可以分离了大概二十多种 这些成分证实有抗氧、震痛、抗氧化等多种作用 不过最后提醒大家 虽然高粮姜有不少的研究 但这些研究多数属于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当中 它欠乏高质量的临床实验 所以这类型的研究是不能直接在生活或医学上运用的 多谢大家